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真太阳石 我们上节课也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说每个人把自己的生成八字排出来 排出来课后希望你们背一下 然后我们学员课后就提了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 他说老师我的出生的时间 是十一天五十八分出生的 我出生的地点在重庆 那么我出生的时间到底是算五十还是算四十呢 遇到那样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这是我们有基础的学员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大家如果没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也没关系 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 正常来讲 这是从十一点开始到十三点之间 这是白天嘛 这样我们定为是五十 五十 但是呢 因为出生地的影响 出生地 我们用全国地方太大 出生地 不一样 有可能会造成呢 实际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把这个课程呢 就提前拿出来 提前拿出来给大家去讲 然后呢 让大家知道你有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然后呢 怎么样去换算 首先啊 首先啊 我们看这个图啊 这个球呢 是地球啊 这是我们的地球 这个是太阳 地球呢 是从西向东转 我们大家想一下 你可以闭上眼去想一下 地球 从西向东转 然后呢 因为太阳是不动的 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它在转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地球不动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太阳 是从 从东向西走 是这样的 所以这叫什么呀 叫 叫 天道 天道左旋 地道右旋 就是说我们看到啊 我们白天看到的太阳 晚上看到的星星和月亮 它都是 从 从我们的左手方向右手方去运行的 从东向西 这样一个运行的方向 而 而地球呢 就是我们自己啊 因为地球呢 它正好是往反方向运转 那地球和太阳之间呢 它实际上 在运转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是一个 我们叫视觉的这样的一个 变化 你要把 你要把地球 我们把地球太能不转的话 那么太阳就是从左往右转 就是从东向西转 早晨呢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 晚上从西边乱下去 那如果你要是把 太阳太能不转 地球是转的话呢 那就等于地球是 这样的 从西向东转 从右向左转 这样地到右去 这个 这有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住在不同 不同城市的人啊 比如说我住在北京 那么你住在西安 那地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 比如说天亮了 那北京呢 先出太阳 就是北京呢 因为它这个地球在运转的时候 向左转嘛 所以北京呢 先看到太阳升起来 而西安呢 是又过了很长时间 才看到这个太阳升起来 那你当然 如果再往西走的话 那乌龙齐呢 看到这个太阳出生的时间 就更晚了 所以出现了一个现象啊 你比如说 比如说八点钟 早晨的八点钟 那么在北京的话呢 这个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然后呢 到乌龙齐的话呢 可能它才刚要 就是太阳刚要出来 它是一个黎明的状态 那么就 它就有一个差别了 我们上节课啊 第二节课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宇宙原理的时候说过 为什么八字能够推算我们的命运 因为它受到太阳月亮 包括各种星体的一个影响 那么很明显 太阳出生和太阳 就是太阳升起来 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 那对你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 它的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时候呢 每个人呢都应该用这个 太阳的一个时间去计算 而不是用我们所说的这个 北京时间 北京时间去计算 这样的话呢 才是准确的 但是古时候呢 古人啊 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古人啊 他们呢这个 活动范围很小 交通工具有很多厚 马 骑马跑 那就算最快 但是它的那个 马跑的速度 跟这个地球运转 这个时差的那种变化 还是很小 还是很小 不像我们今天啊 你可以坐好车 可以坐飞机 那飞机这个速度 它可以跨时区是很快的 所以的话呢 那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呢 那么 就有必要啊 有必要 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时间 来 呃 协作这种 远方 包括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的关系 你不然的话 是吧 咱们说八点钟开会啊 我在北京你在 你在乌鲁木齐 八点钟开会 开个网络会议 是吧 那我都坐在这儿 办公室里面 开始了 你那还在家睡觉 因为你还没到八点 所以这样 这样就不行了 这不方便 所以说呢 我们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啊 就是有一个统一的时间 有一个统一的时间 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 远程的这种协作方便 那古人呢 古人他是 他没有这种方法 他是用什么 用什么来计时呢 用日古的 就一种计时的一种工具 他有一个盘面 盘面上面呢 就中间呢 他插一根 就是相当于这样的 他放一根针 叫鬼针 他去观测什么呢 去观测太阳 照射到这个盘面上之后 这个鬼针 它会有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呢 因为太阳在转动的时候 影子呢 就会投射在 投射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 这个 这个鬼面上面呢 有刻度 它这个四周是有刻度的 当你这个指针的这个影子 投射到不同的那个刻度里面的时候 它就知道是五十 未十二十三十 不同的 不同的时间 它用这种方法来确定 它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时辰 对于他来说 对于古人来说 用这种方法 就完全可以解决 他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了 但今天我们不行了 我们要用这个 更多的这种时间去看 你比如说 我们去到一些这个 这种社外的酒店 那酒店前台那墙上挂着 好几块别好 像纽约时间 东京时间 北京时间 都不一样 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 你所关注的城市 你所要去的地方不一样 那么它那里面的 当前的时间是几点钟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啊 刚才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学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它出生在 它出生在重庆 出生在这个时间 那对它来说 这个时间对它 有没有造成影响 我们看一下这个 刚才说了这个 我们就全球啊 为了统一化 那么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协定 就是把全球呢 划分成了24个时区 因为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嘛 那么把全球呢 划成了24个时区 等于相邻的两个时区之间 它们相差一个小时 这个分为 叫东12区和西12区 那么因为地球呢 地球呢 那一圈呢 是360度 那一共是24个 划分成了24个时区 一个时区呢 它等于跨的是15度 一个时区跨15度 我们看 因为我们这个 美国家啊 浮游辽阔 地大物博 我们看这张图 那么它呢 这个东西的跨度是很大的 它跨了5个时区 所以这边 就是在这个 新疆的西部这一块 是东5区 然后呢 东6区 东7区 东8区 还有一小块 在东北的 在东边一点呢 这有一小块呢 是东9区 所以你看我们 中国啊 其实它跨了 跨了5个时区 也就是它最东边 和最西边 相差5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 时间 那 我们是怎么样来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叫北京时间啊 北京时间 现在我们所用的时间啊 就是大家的这个 协作时间都叫北京时间 以前的广播里面 最后一刻 北京时间 十二点整 是吧 大家都有这种意见 也就是说 全国都会按照这个 统一的这个北京时间啊 来去定自己的这个时间 而这个北京时间 是怎么定的呢 我们刚才说了啊 你们看啊 所谓北京时间呢 肯定跟北京有关系 但是 这个北京时间 并不是北京市 并不是北京市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定义呢 它实际上是东8区 它是这个东8区的时间 也就是这块 我们看东8区啊 东8区呢 它的时区的跨度呢 是这个东京啊 一百一十二点五度 到一百二十七点五度 它有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 十五度的一个区间里面 而这个北京时间呢 它讲的是 就是你看啊 我们东8区的 它的中点 它的中点呢 这是东京一百二十度 就是北京时间指的是 东京一百二十度 这条经线上的 它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全国呀 用的时间 都是这个 东京一百二十度的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从哪发出来的呢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先说呢 首先呢 就是北京市 并不是这个北京时间 它俩是两回事儿 另外呢 我们看一个城市啊 西安这个城市 西安这个城市呢 我们看整个的中国地图来看的话 西安这个城市的位置 基本上是居于 全国所有的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心点 这个时间啊 时间的这种发布和寿石啊 它有一种特殊的用法 就是用一种 又一种 这叫什么 就是这种 很高的一种微量元素啊 用那个 用那个 它是一种 就是 这个叫 一种 一种金属的一种 元素啊 它发出来的 它发出来的那个 高频率的频率呢 特别高 然后呢 用 用这个 用这种东西呢 就是从西安这个地方呢 发信号 因为 因为它在全国的中心区 它从这个地方发信号的时候呢 全国的所有的地区 接收到这个信号的 它们之间的误差 会最小 所以说 不管北京也好 南京也好 还是上海也好 还是其他地区 它从这发出信号之后呢 就每一个城市 基本上 可以 以一种最小的误差 甚至是零误差的 接收到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什么呢 就是 用来用来去 叫对时间的 叫时 就是说 北京时间 十二点整 那么这个 时间 要 全国的所有地区 都 以这个发布的 这个 时刻为准 就相当于 我们看那个 有一些警匪片里面 是吧 开战之前 先对对表 把每个人的表 都给它对成 对成同一个时刻 其实呢 它基本上呢 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再去 再去查一些资料 一个 这个西安呢 是我们全国的这个中心 从它这开始发信号 然后呢 北京 北京这个地方呢 北京市的 它的京度呢 是116度 它东京116度 所以你看 这边 这边是120 这是112.5度 然后116度 这是120度 然后再在那边的话呢 是127.5度 它就在这样的一个 北京呢 在这样一个区间里面 那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乌鲁木齐啊 就是 嗯 去到 我们去到这个 就是当地这边的话 嗯 他们当地呢 也在使用一种 使用他们当地的时间 乌鲁木齐时间 那乌鲁木齐的时间 我们看啊 它跟北京时间 其实差了两个小时 如果北京时间是早上 八点钟的话 那乌鲁木齐呢 就是早上的六点钟 它给它晚了两个小时 这个 这个 他们用当地时间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当地 生活 工作方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两个时间呢 它有一个换算 所以我们讲这个 讲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刚才我们有学员说 它在重庆 是吧 它出生在重庆 那重庆这个 这个时间 跟120度的时间 它差了很多啊 它差了很多 那么它 插出来这个时间的话 对自己 的八字有没有影响 那么这个呢 就要计算 怎么计算呢 我们讲这个方法 我们刚才说了啊 这个 全球呢 一共是360度 然后呢 24个时区 那这样它一除的话呢 等于每个时区呢 是 每个时区 跨了15度 而 两个时区之间呢 它差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60分钟 是60分钟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一度啊 一度差多少呢 差4分钟 差4分钟 也就是说 把你当地的这个 时间的那个精度啊 和这个时间呢 做一个 做一个计算 我们先举个例子啊 我们看北京啊 北京呢 北京呢 是116度 116度 那我们看啊 116度 和和这个 120度之间呢 它差了4度 差了4度 一度呢 一度是4分钟 那4度的话 就差16分钟 也就是说 比如说啊 这个新闻联播里面报 北京时间啊 晚上7点点 是吧 这个时候呢 新闻联播开始了 这个19点 是指的是 东京120度的时候 它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 19点钟了 那么北京呢 比它晚了 16分钟 也就是说现在北京 现在的北京时间 北京的这个 北京市 它的实际的时间啊 是多少呢 是18点 44分 它比它晚了 16分 那如果 啊 如果 我们再说一个 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是108度 你查看了 你这个城市啊 京度 是108度 我们只管京度 不管纬度 纬度 对时区 对时差 没有影响 影响呢 是京度 108度和120度之间呢 差了12度 12度 一度是4分钟 那么就差了 就差了48分钟 也就是说 这个地区的时间 跟标准的 发出来的这个北京时间呢 它差了48分钟 那么你就要用北京时间 减去48分钟 这个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 一个人 一个人 在重庆出生的 我们举个例子 他出生的时间呢 11点58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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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 和北京之间 北京时间的 这个差别 这个 我没有计算啊 大家可以算一下 那么 如果它 假设它差48分钟 那么 减掉这个 它是 11点10分 11点10分 和11点58分 它还在一个时辰之内 那么它还都属于50 都属于50 那如果 如果你这个程式呢 那么它差了 假设你 晚了70分钟的话 那么 你就要把这个时间的 减掉70分钟 减掉70分钟 就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 10点48分 就变成了10点48分 那么10点48分呢 是40 11点58分呢 是50 它就属于 两个不同的时辰 所以这个时候 你计算的话呢 就应该是 你就属于 属于40出生的 所以 推算八字的时候 要用这个 还是不能 不能用这个 我们 我们这个 现在的小孩出生的时候啊 比如说 小孩出生了 然后呢 手腕上会计一个 谁谁谁 要出生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都是医院里面 才给你出生的时候 就记录的一个时间 当然 这个时间呢 都是 都是北京时间 所以 其实每一个人啊 都应该 计算一下 你的真太阳的时间 也就是说 实际的 当地的这个时间 如果大家在去查的时候 在网上去查的时候 你比如查 怎么查呢 你就查 成都精纬度 你就这样去搜 搜出来的话呢 有个精度和纬度 只管精度 不管纬度 用这种方法去减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查出来的那个时间呢 就是那个精度啊 就是那个精度啊 它还有多少度多少分 那个分呢 大家可以简单的忽略一下 可以不管它 因为 因为这个 每一个城市啊 它都是一个区域 几分的话呢 其实它的差别是很小 因为你那个区域 还有一个跨度 所以基本上精度到度就可以了 这是 这是我们啊 怎么样去换算 你的真太阳石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呢 我们已经给 就是 我把全国的城市的 所有的精美度 这种时差 都已经整理出来了 那回头呢 我们把这个 我把这个表格 发给大家 发到群里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查询 某一个城市 多少度 然后呢 差了多少分 都已经计算好了 在那个时间上去捡就行了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回过头来 再总结一下 我们主要讲的是 这个真太阳石 真太阳石呢 是因为地球转动 所造成的一种 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对位置 这样的一个影响 但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 由于大家现在 这个所使用的时间呢 是一个标准的统一时间 跟当地的真太阳的时间呢 有一个差别 那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把这个差别呢 做一个换算 把它剪出来 剪完了之后 得到一个 得到一个 换算后的时间 然后呢 用换算后的时间 来看 它属于哪个时辰 这样的话呢 得到你的 真实的 这个 出生的时间 也就是你这个时辰 那好了 关于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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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